乘轮的快问快答 这次博雅的装备非常酷炫 你背着一把70万的刀 会不会觉得很沉 70多万一刀 还有300万一 没有 其实这价钱当然也开玩笑了 但是确实它的做工什么的都很精致 对 然后 我也浪费了不少道具 因为一直在打 然后打着打着就用不了了 就打坏了 对对对 坏的道具演员就是平均分裂 伯雅和秦铭的互动 很多人是说 怎么感觉像赵婷达的女主剧本 结果你们两个性感很强 可能不太像兄弟之间的对话 比如我们拍过一个 但是后来那半段给剪掉了 但那意思好像就要一起去 去哪喝酒还是怎么样 当时拍的时候就我们俩就老笑 就觉得 好像就哥们之间说话好像只是方式不一样 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是因为我们的无意识才会给观众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效果 很多男生女生站在喝酒的时候你从门口走过说了一句成何体统 觉得你好像吃醋的那种音乐 真的没有没有觉得有吃醋的感觉 其实就是我只是理解为伯雅其他就是一个一板一眼的事情 交代下来什么事情你就要去完成 而你不能在这浪费时间 你不能浪费一点的时间去干别的 因为其实两个人到最后已经是生死交付的一种情感了 那不管是从眼神里还是从从语言中一定是一个非常信任和和在乎的一个态度了 因为能把生死交付给对方 这不是你碰见什么人都会有这样的行为的 所以你必须要让自己的内心包括你的行为要表现得非常的真挚 就包括你们那个沙堆那场戏非常的感人 但中间有一句台词还挺搞笑的 到什么时候了你还要看这个 就是感觉又有一点点好像 导演会觉得那句话好好笑 但是当时好像我跟Mark没太盖到那个点 但因为我的理解 因为我一直在顺着博雅的思维在想 就是你赶快救我 你就说还说那些没用了干嘛 导演当时就说 说你信吗 这场戏观众看了一定会笑 但是当时我没有盖到那个点 我当时就说 这有什么可笑 这场戏又要在高台上又要掉尾牙 然后就是他拽我拽我出来的那个 而且吊威亚还不能有那种失重感 我还要砸到Mark的身上 对对对 因为他扑脏了 对对对很真实 画面非常的美丽 是吗 原来你们还看这个 OK 因为现在很多网友就是讲说看戏的时候会喜欢课CP 那你觉得你会不会这一大课就是博雅和秦冰的CP 不会啊我觉得从原著我觉得博雅跟秦冰的就是一个CP 对他们俩其实就是觉得难兄难弟吧 我觉得本来就是一个 那你知道同人创造吗 什么叫同人文 合股时间 确实我都不知道这个同人文是什么 是 叫什么 所以你是个二纪王 二纪 哦二纪王 对可能我会慢一点可能 然后五苏人王像二纪 然后转身摆个造成绩 那你呢 等一下 就好多网友评价你是毕技之功 就是不管女主是谁眼神都非常的酥 就是你能够这么深情款管的秘诀是什么 什么叫毕技啊 boy and girl boy and girl 就演出男女的这个 我觉得这应该应该的吧 就是这是因为你要感同身受嘛 所以我觉得 其实人会有一个特别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功能 就是人类啊 就是他会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眼神传递的就一定是什么 我觉得这特别神奇 可能有的时候自己不觉得 但是如果你尝试的拿镜头拍下来 你就会 就是你心里再想一句 只想一个很甜的一句话 你那个眼神就一定会 但如果你心里想一句骂人的话 就是你那个眼神一定会很凶的 最近很多人说你变了 说眼神纯净但气质大佬 是不是红气养人 你怎么看 红气养人 没有吧 我觉得我还好吧 但是可能 对 但其实你知道好多 其实亲面朋友都会觉得 我可能都会觉得我已经算是个老老演员了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有 会有会有就是会有这种想法 粉丝给你的性格分类 他说你是纯天然怂的单小鬼和纯天然蒙的撒娇精 你非要认理一个的话 你会选哪一个 嗯 我觉得我撒娇还好啊 哎呀 哎呀齐老公好关心哦 哇 这你对我的吗 哈哈 你的木箱是哪里啊 清华 十有 哈哈 哎哎哎哎哟 哈哈哈哈 哎哎哎哎哎好害怕呀 哎哈哈哈哈 真的是烦死了 都可以认领 你的有一组那个活动图就网友评价你是抬头文都写的素的男人 你如果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安排一下偶像剧了 偶像剧啊 其实我真的还挺想演偶像剧的 因为可能再过几年演不了 从周杰伦到舒淇 有很多人觉得你有追星景里的前阵 能不能分享他跟偶像互动的感受啊 就还是挺挺奇妙的吧 其实还还还挺懵的 啊对 但他们都很亲切啊 所以反而就会降低了我的那个 呃蒙的那种感觉啊 所以还就很开心啊 之前那个平台活动 大家就是粉丝就开脑洞说 你本来是想牵手 收起的手的 结果他就挽了你的哥 我感觉你有点失望 没有 是因为工作人员说让我们俩要牵着手 对 然后然后然后 然后又说这个要 要要玩的 听到你唱告白气球的时候 我全部跑掉的情况下 一笔之力还能拉回原调 你的音准是唱的多少遍周杰伦保持的 我觉得可能也只有唱周杰伦的歌 能把大家拉回来吧 唱别的歌可能我就不行了 听到你唱了 我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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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